Hoo大家好我是楊婷 是的 又是久違的坐在這邊 跟大家聊天 對 我今天要來講說我這學期的課程上了些什麼 我這學期的課程 因為我上 我之前是在BE嘛 BE的話 因為我們學校 不是每個學校是這樣 我們學校除了BE直接到BE之外 我們中間還多了一個BE加的課程 就是因為BE跟BE中間的 可能他們覺得 這兩個level中間的太大 那個程度差太多了 所以他就在這兩個程度的中間就加了一個BE加 所以我這個學期是到BE加 當然你就會很擔心說 那為什麼我是BE加 我不想都歡迎你在唸BE加 那你就是在上個學期末的時候 就在BE的學期末考試的時候 考到一定的程度以上 你就會直接跳到BE 超過10分就是穩穩的上BE加 好 然後我就是低空飛過剛好過了 然後這次就是在BE加 對 就是很順利的 有些人還是留在BE啦 然後像我班 像我們班的有些人就是他上學期在BE加 這學期還是在BE加 可見這一個level的考試 應該不是這麼的容易 好 那我現在告訴你們我這學期有 有哪一些課呢 老樣子 就是 發音課 發音課也是一定有的 然後還有 會畫課 然後 文法課 這也是一定有的 然後再來就是一些比較 別的特殊的課 呃 跟上學期一樣有 Literatur 就是 法國文學課 我真的快要死了 每次上文學課的時候我真的都在發呆 這學期中 呃 想一下喔 這學期上了什麼 從中古世紀開始上 中古世紀 然後再來是文藝復興 然後再來是 17世紀 18世紀 19世紀 的文學 所以如果你對文學非常有興趣的人的話 你們應該很喜歡這檔課 可是我是對於那個文學完全沒有興趣 而且裡面有太多字太多字 我都不知道了 所以我等於是 不是整堂課都在發呆呢 就是整堂課都在 查字 點 不然就是我回家之後 我就要再努力的查字點 對 我討厭文學課 然後還有一堂課叫做 Atelier de Couture 就是 如何讓你寫得漂亮的一堂課 我一開始以為這堂課是 就是練習寫作 就跟寫作課是一樣的 可是我發現他好像是寫一些 比較 呃 漂亮的 像是我們去看詩 然後我們要 照樣照劇的那個感覺 跟Lithéa Ture 有點像又不太一樣 就是一樣是看文學的東西 可是 一個是去研究說 這本 可能這段文章 他到底想要講什麼 然後這堂課有點像是 寫作跟他類似的東西 差不多是這樣 然後這堂課也是非常非常 真的 無聊 我討厭這種課 寫句子的時候倒還好啦 可是在上課程內容的時候 就覺得痛苦 因為我打算看那種文章 對我來說 比較有趣的兩堂課 有一堂課叫做 Societe Pouvaon Fons 就是 簡單說就是歷史課 我覺得啦 就是他現在上的東西都在 都在上歷史課 我們現在就在上 古羅馬時期 就是類似那種 斯巴達羅馬戰士那個時期 開始 講到法國歷史 會講到什麼程度 我就不知道 可是現在就是從那個地方開始 還蠻久以前的 西元六世紀 對 可是我本身是還蠻喜歡歷史的 所以就還ok 比起上個學期有地理課 好太多 我超討厭地理課 地理課是超煩的 然後還有另外一堂我覺得 蠻有趣的課 叫做 Simulation Global 有點像是模擬人生 就是那個老師還蠻有趣的 他就是一個肢體動作非常強烈的一個老師 然後 這兩課我覺得他就是有點想要把你塑造成 法國人的思想 就是你要創造一個角色 然後那個角色是必須 合理的存活 算是 在現實生活是合理存在的一個人 你不能說我要當一個有翅膀的人 不可能的 又不是和Rainbow是不是 反正就是不可能有翅膀嘛 你就要創造一個真實的人物角色 然後存在 可以是存在符合現實生活中的 然後他有年紀 然後性別 所以他們第一 他第一堂課就讓我們選說 我們要當幾歲的人 就是從18歲開始到70歲 然後每一個階段都只能 班上只有一個人 可以當 所以就大家都上去黑板上面 搶說我要當什麼年紀的 然後可以選你要當男生 還是你要當女生 我這個學期就是一個男生 然後我45歲 然後我就要寫出 就是我 你們如果有看我Instagram 有看到我寫了很多很多很多很長篇的文章 我都是在寫那一個人 因為老師都要我們寫 那這個人的生平啊 然後他 活到現在發生的事情 然後要寫兩面這樣 然後每個禮拜 都 我 要 寫 喔 真是寫死我了 真是 好累 光寫兩面 光寫兩面真的要寫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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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欸 反正就是 覺得這學期所有的課都非常的 讓人家覺得非常的疲乏 因為作業實在太多了 每一堂課 幾乎都會有作業 好 然後好 這是B1加的部分 那一定有人問說 那B2的話是上什麼東西 B2的話 我是聽別人講的 因為我這邊本身的名字是B2 B2的話 他分成兩個班 一個是藝術與人文的班 一個是大學預先班 呃 我只能以我目前知道的狀態告訴你們 就是 像藝術的班 藝術人文班的話 他們就有上類似 也是literature 就是文學課 然後他們有上art 藝術課 然後還有上media 就是 就是電腦課 就是類似這種的 他們有上這一種的課 然後另外一個大學預先班呢 就是給那些 未來想要在法國讀大學的人 你們可以 他們可以先選那一堂課 然後那一堂課他會有 大學的實習老師會來課檔上上課 還有你必須選擇一定的時數 去大學裡面要聽課 然後要有一個 一堂課好像要 聽滿90分鐘 就一個半小時吧 最少一個半小時到兩個小時的樣子 我不知道是那一堂課還是那個禮拜 然後 你必須在學期末的時候跟 教授講說 呃 你上這堂課 然後或是你未來上大學有什麼感想啊 還是什麼之類的 就是你要寫 寫 然後要報告 給大家聽 在課堂上 然後他們好像也要累積一些什麼 去聽演講啊 或者是 什麼 類似這樣之類的 就是為了大學先做準備的 一個課程 這是上的兩個 可是就是 依照你本身 你之後你想學的東西 畢竟不是所有人都要來這邊念 藝術 也不是所有人都要來念音樂 我附近 大家 很多人都是來學 informatic 我不知道為什麼大家都會來想選 電腦 法國的電腦有比較強嗎 我周圍的人 幾乎都沒有人 要去上 什麼 音樂班啊 上藝術班的 要上藝術大學 研究所的人 就倒是有 好不知道 反正這集就是這樣子 這集 看樣子是會非常非常非常忙碌 所以說 我會盡量的 拍影片 可是如果我沒有時間的話 也請大家不要逼我 然後 不要推定 拜託 希望我們很快的可以在 下個影片再見 然後如果你是新朋友 歡迎你訂閱我的頻道 不要忘記按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如果你還想追蹤我更多幾十動態的話 請追蹤我的Instagram 然後也可以加入我的Facebook 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難雜症 如果不是太笨的問題的話 我都會很熱心的回答你 對希望大家在問問題之前 要先記得做功課喔 好 那就希望我們很快再見啦 就這樣 掰